第四季求天佩的太祖教皇带賽 是正式來開始 第一次是來到宿水各種過美 好方對這個話說是非常的支持 不然開放有冷氣的肚子館讓他們休息 也待會為這些學生準備 晚餐和快餐的早餐 希望學生可以圓圓來完成這個比賽 很累的肚子館是把現場的氣氛插到最高點 這場學生是在住在頭腳 攀著10公斤的三太祖 要用竟然來換台 第一天是為台中走來收水各種學校 那這已經連續第三年 他都來到從台中出發 今天是第一站就來到秀水國中 那我們很支援這個走路陽光的活動 因為要考驗他們的耐力跟體力 要背負著三太子 然後又有專長又有體力 也避免孩子一直沉迷在網路 所以我們學校每年都提供免費冷氣的圖書館 或視聽教室給他們住宿 然後家長會也很贊助提供了晚餐 還有明天的早餐 也希望他們能夠圓滿的完成這一場競賽 九天部的太祖教宴歡迎大賽 是在九天民宿基雅團 為了要讓青年學祖走出好玩 挑戰祖母所來創辦的 辛苦可是其實蠻開心蠻快樂的 我應該就腳脫皮啊 我第一天就騎水泡然後腳脫皮 就很哀傷 就是要就是我希望我可以走完28天這樣 今年總共有七週的選手參加 來自全台國地 其中還有從馬來西亞來的學生 做回來參加這個活動 新中海新聞創中青 收水插風報道